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曹运丁盛时期 设有八省商会和多国代办处 华语之门走进江苏新宜 摇湾古镇 我们将会邂逅那些古老又独特的艺术 品味怎样的历史与传奇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河南卫视大型文化节目《华语之门》 从今天开始的两期节目 《华语之门》将会带领大家走进美丽的江苏新宜 在我们周围的水系是流淌了两千多年的金航大运河 而我们所处的瑶湾古镇正是因运河而建 这里至今仍然保存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 今天我们的健保和海选活动就将从这里拉开序幕 我们夫妻 夫妻啊 我们是新于本地的 本地人啊 是的 哇 我真羡慕你们能生活在这么山清水秀的地方 谢谢 乾隆皇帝六次南巡 有三次都住在这儿 所以这第一江山的名字啊 我们来到这儿 才甚至感到名不虚传啊 你们俩现在作为地主 给我们先说说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我们新于有一山一湖一谷镇 一山就是马灵山 马灵山 我们乾隆爷亲笔写下天下第一江山 然后 一湖就指的是洛马湖 洛马湖 洛马湖的咸鸭蛋 非常的香 鱼也特别好吃 是的 是的 还有我们那个螃蟹 螃蟹 这一谷镇指的就是我们这个窑湾谷镇 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 对 窑湾谷镇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绿豆烧 还有甜油 这绿豆烧好像现在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的 还有什么菜特别好吃 我们这儿有洛马湖传菜 传菜 非常有名的 哇 说出来就流口水了 因为在这里吃到的这些菜都太有特色 太经典了 而且太嫩了 哈哈哈哈 好了 现在我们来说说这里的宝贝吧 呃 是我们结婚的时候 嗯 长辈给的 哎呀 这个事情跟他的关系就比较大了 是不是 是是 你刚才说到它是个什么骰子 呃 这是相当于古代 因为没有没有电电视嘛 呃 呃 他们晚上消遣的时候 就是打一些牌 相当于这些是筹码 像作为一种花钱 这个手感简直是太好了 那你觉得它能值多少钱啊 呃 这个呀 嗯 呃 八万吧 八万呀 对 如果这传家宝不是宝呢 他没说老实话 这个 这个是长辈传下来的嘛 这个也不一定就 确定是真的嘛 所以 这主要是长辈的一份心意嘛 对了 是就好 如果不老呢 也是传家宝对 是吧 传到五百年 看是不是宝 到时候就是了 哈哈哈哈 好了 现在我们有请专家健宝 那么这是祖上哪带的呢 爷爷的还是爷爷的父亲 是我父亲 我父亲以前是跑车的 他从外面看到这样东西很漂亮 就买回当时 就是父亲买的不是家传的 对 你的父亲很开明 你结婚的时候呢 送了你一套 别人可能看是古董 但是呢 作为专业看呢 它除了是玩具之外呢 它还是一套赌具 这东西是广州十三行 当时在清代中早期的时候 出口到欧洲地方的 那么 它也不是一般的人 就能玩的东西 因为这种东西 在国外来讲呢 它还是进口的 那么在当时作为 外销的产品来讲呢 它也是很贵的 它是贵族玩的 所以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精细 它的采用的材料呢 也很特定 也代表了 广州十三行 在清代这个时期 对外贸易的 中国供应美术品的 制高水平 这东西呢 整套的在市场上 并不是很常见的 在广州十三行的博物馆 陈列的呢 也是只有零零碎碎的 几个品种 所以您的这套东西呢 从它的完整性上来讲呢 还是比较完整的 但这样的东西 有没有仿制的呢 也有仿制的 那么我们如何来区分 这样的东西 它是新的还是老的呢 第一 看加工的时候的 那个工具所产生的 这种痕迹特征 您带来的这套筹码呢 它采用的形式呢 有螺垫的 我经过细致的观察呢 这个加工工具呢 是传统的加工工具 所产生的这种工艺特征 然后呢 完整的这些铜世界呢 和金属世界呢 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都会随着 传世过程当中的 环境不同而产生变化 在这个 荷叶的部分 出现了一个 铁钉螺丝的这个信息 那么这个铁钉螺丝的使用呢 就把这个整套的 这个器物的信息呢 向后推了 那么根据这些信息特征呢 判断这个盒子呢 它应该在一百多年 但是里面的东西 有可能是后来填放的 但是细细观察了一下 它正面呢 表现的是 中国人的生活场景 有园林的 有人物形象的 它甚至有一些 典故的文化故事在里面 它的背面是什么呢 是一个 带有英文字母的一个标记 这是家族徽章定制的 这也符合了 19世纪中期的 广州十三行 对外贸易商品的信息特征 所以这一套收藏品呢 是19世纪 中期的传世真品 谢谢中家 但是这样的东西 传家呢 也可以 但是要立一个什么样的 传家的家训 就是说 得到这样一套东西的人 千万不要赌博 那么我们经过细致的观察 最终估价呢 是人民币6到8万元 恭喜你们 谢谢中家 我们有请常有上场 你好 徐老师 你好 你好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从三东临沿 三东临沿 对 我带了一个是 三年前在三西太原旅游时候买的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清康熙的吧 你是旅游时候去买的 对 买回去以后 我艾伦又说了 又买新的 又买新的 他不相信我 他说 看多亮啊 我觉得这个画的这个侍女人物 包括冻石 应该都是康熙时候的 你就这么肯定 我自以为吧 他今天带来的这一件 后面呢 是有一个款 大明成化年制 你要知道 中国这个明清时代啊 从明代的晚期 当时景德镇烧造柯拉柯池 然后呢 就消亡欧洲各国 那时候啊 这个就打开了这个贸易的大门 而且中国这个瓷器啊 给中国的这个贸易 当时这个大明帝国和大清帝国的贸易啊 收入增加了非常巨大 讲到康熙词的时候 就是什么 康熙的绘画和这个写的款 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什么 人物化的高大挺拔 然后写的款是什么 顶天立地 所以你看这个款式啊 都顶着这个双圈 这个呢 它是由明代晚期的这种遗风的 这个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烙印 也给我们今天来判断这个时代啊 提供了一个佐证 另外一点呢 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幼质 你看它这个幼质是什么 颈皮亮幼 非常的肥润 而我们现在新仿的东西啊 看上去亮 但是它不肥 它那种亮呢 是什么 一种贼光 所以综合这以上几点啊 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件东西应该是什么 康熙时代的 真品 好 恭喜你 健保成功 谢谢 谢谢 我们给它的一个市场估价是 人民币三万元 我们恭喜它 谢谢 谢谢 来 谢谢 这个是交给你了 好 好 欢迎你下一次再到我们华语之门来 一定 一定 谢谢 好 谢谢 二十万看上一把青铜剑 第一次看到这把剑的时候 它有一种剑气 这种皇宫的北方地区基本上不认为 造价做得太好 如果是真品的话 这是一把典型的战国时期的叫喇叭 老公酷爱收藏惹中怒 我们家是开药店的嘛 做药店本身生意就特别忙 然后他最近几年疯狂的就爱上了玩玉 小儿子就天天都说 爸爸你天天都玩玉 说你都不理我 那如果对的话 你们觉得家里面有王一级的 或者部长级的用品 民带的 那肯定要 如果是对的话 肯定很好了 究竟是真行家 还是瞎买家 一起来见证 有请下一位 专家好 我来自东海 水晶之乡 您带来的是 一块玉黄 什么时候收藏的 十几年前 我喜欢玉 这个应该是清代康钱年间的 贾宝玉一点钱挂一块 就是这样的 贾宝玉挂的叫通宁宝玉 传说是有花石 一般的过去人 如果挂在胸前的呢 特别在年少的时候 挂索片比较多 这个造型呢 貌一看也像索片 你刚才说是玉黄 玉黄呢 它也是一个 高过玉器的一个形式 一般的它成弧度形的转变的时候 我们看我们这是不是弧面 这不是弧面 明显 这应该是一个接近直角的 这么一个转折 所以叫玉黄 我觉得不合适可来 这个主体文是应该叫 秦 这个秦呢 它是一种什么呢 先秦时期 一直到秦汉时期的 礼乐器 我们看 在这个秦的周边呢 它也装饰了 好多的文饰 我们说啊 清代时候的这种文饰啊 它有文必有益 有益必吉祥 所以呢 整体的寓意呢 它是什么 祝长命百岁 这是这一面的文饰 咱们再看这一面的文饰 有祥云 有蝙蝠 福从天降 所以呢 它总体的文饰呢 我们看了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 寓意必要吉祥的 作为礼物 馈赠 是非常好的 这么一件器物 过去的时候啊 这种器物啊 它是挂在身上的吗 应该是北戒 它应该是一个陈列戒 陈色戒 它应该有一个 红木做的一个龙门架 悬挂在龙门架的中间 我们看到它整体呢 也是和田白玉做成的 这件东西 它究竟老不老呢 你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坚定这一件 玉庆的辛劳啊 我们可以从几点 一 从它的表面的 简地 清代的简地啊 它有这么一个特征 我们测测光看啊 它的地址 剪得不平 因为那个时候 都是什么 传统的工具 而现在 信仿的 它是从地址 做得非常地平整 我们晃动这个 看它的这个地址上的表面 有凹凸不平的感觉 在凹凸不平的感觉上面呢 又有极强的玻璃光 玻璃光上面 有非常开门的 这种传世包浆 另外呢 我看到 它有一个角上面呢 有用精子来包裹了一下 应该是有蝉 没蝉 当时呢 有点扭裂 用精子包起来 防止把它将来以后碰坏了 不管是蝉 还是扭裂的地方 我们看 颜色比较深 这叫这个地方有青色了 综合以上几点啊 这一件 和田白玉玉庆 是清代 真品 唯一 谢谢专家 当时 多少钱买的 当时三万多 如果是完整的话 按照目前的价格呢 应该在十万以上 有来这个扭裂和锻裂以后 我给它的 比较客观的股价 五万左右 谢谢 同时里 谢谢 来 来到新宜 瑶湾古镇 就不得不提 当地的三宝 那就是田油 片高 绿豆烧 新宜当地人做饭 从来不用酱油 老抽 他们一日三餐 离不了的是田油 田油 是心仪人心目中 挑动蔚来的质宝 我们的主持人 陈坤 在建宝之余 也慕名 来到了当地的田油作坊 哇 这些都是你们家的宝贝吗 对对对 这些是什么呢 这里面 这里面 全部装的是田油 田油 嗯 你把它看看 嗯 好大的 酱豆的香味啊 对 这些是一种家乡味嘛 哦 嗯 田油主要是在当地的凉拌菜当中使用的 是不是 哎 它是凉拌 炒菜 烧菜都可以使用 你们家祖祖贝贝 都有人做田油吗 哦 我祖上三百多斤钱就在做这个宝贝了 真的呀 嗯嗯嗯 它需要八道工序 嗯 两百多天 哦 哇 好想 嗯 看看它这个整个的制作工艺是什么样的 但是今天我们是来建宝的 嗯 那你要鉴定的是什么 是这三百年的大纲吗 嗯 不不不 我还有其他藏品 还有其他藏品 走上留下来的 你等一等我去拿 好 嗯 来了 哎呦 来来来来 这就是你家的祖传宝贝呀 是的 是的 哎就是在家里面嘛 当个视频摆放的 我听说有七八代了 七八代了 哇 那是大宝贝了 嗯 就有一只吗 就一只 哦 嗯 到什么年代 清代应该有吧 清代应该有吧 嗯 那现在我带你去建宝吧 好 好 那我们走吧 好 现场的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 我是姚岸人 很逆的 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东西啊 哦 这是我 我家祖传的一个百件 呃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吗 应该是清朝时候 这件东西呢 你看啊 它满身啊 都是开片 然后这是开片之上呢 加了什么 彩 看上去呢 给人感觉什么 非常的华丽 大家要知道 这种 像个这种淡色的那种开片啊 叫什么 歌谬 当时我们不是有五大名谣 叫歌谣嘛 但是到了明清的时候呢 反歌谣的东西啊 不叫歌谣 叫歌谬 到了明代晚期呢 它又开始有出现什么 歌谬青花 就是歌谬和青花同时烧灶 但是到了清代啊 不光是有歌谬青花 还有什么歌谬家产 比如说我们像这一件东西 就是什么 歌谬五产 另外一点呢 很多人啊 拿到瓷器啊 他不知道怎么样判断这个东西的时代 所以我们呢 可以从这个器型上呢 就能够判断这件东西啊 应该是上线 应该是在乾隆 下线 一直到清代晚期到明国 为什么呢 这上面是一个盘口瓶 我们要知道盘口瓶啊 都是从乾隆啊 大量流行的 另外一个呢 还有一个什么 叫歌谬铁锈花装饰 这个上面两个朴手啊 像个铜的那种质感一样 它是 其实也是瓷的 上面呢 刷了一层附铁的柚 像个铁锈花一样 所以叫歌谬铁锈花 也是在清代中西啊 非常流行的东西 这个彩池 上面绘的是什么 除鸡牡丹 除鸡牡丹呢 从康熙一直到光绪啊 在文室里面呢 大量使用 但是呢 时代越早 这个除鸡啊 就画得越写实 而且呢 越灵动 非常有生气 如果时代晚的话 这种东西啊 就画得什么 比较草酸 灵动感就不及前朝了 这个绘画的这个除鸡啊 虽然没有康熙的 那么有气势 但是呢 它也比较灵动 还有一点呢 就是什么 下面一般啊 这个底下会客制 成画年制基督款 这也是清代中期 一直到清代末期啊 这种民谣期的 一种常见的客制款 一件东西 应该是一件什么 清代中期的 歌又无产 赠品 好好 我们先恭喜它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 市场的评估价 一万元 好 谢谢 将新50年 纳爱鱼丝 本栏目奖品 由纳爱丝集团 提供赞助 这位先生从哪儿来啊 我从四川 雅安 雅安 这藏品这么大 是什么造像的 牵手观音造像 牵手观音造像 我有一次撞向 收老物件 您专门到山上 去寻找老物件 是的 然后到了谁家看到了他 有一个六十多岁的 那个大娘 大娘 他们家世世代代 是做 给别人做法事的 当时 几年前了 老师还不通车 他没有 我都留个电话 三年 都三年了 三年过后 他给我打电话 当时您是给他们 出多少钱呀 当时啊 当时出了三十万 三十万 一口价 一口价 一点都没有少 我们怀疑之门上 这么大的一件 这样的造像 还是头一回 你觉得 它一定是 老的佛像吗 我查了一下 唐代的石雕啊 还有这背光啊 都符合 我觉得 除了那个时代 才有这种 那你的心理价位 大概是 这个不是 全国不是一尊 有两尊 我是网上查找 一模一样的 它那个 平补价值 二百五十万 二百五十万 是的 究竟它是不是 一尊古代造像 我们有请专家 北娇老师 非常巨大的一尊 观音造像啊 对 这尊造像 您觉得它是一尊 汉传造像 还是一尊 藏传造像呢 汉传 汉传是吧 对 中国一定是 先有的汉传 再有的藏传 在十六国时期 就有了汉传造像 汉传佛教 从什么时候 才开始有的 藏传佛教造像 公元七世纪 也就是六百多年 六百多年 恰恰就是这位藏友 他带来的这尊造像 上面写的是 大唐 真观 年师 大唐真观 是谁 知道吗 李世民 对 李世民 也就是说 这尊造像 它如果是藏传的 那就有可能是唐代的 对不对 咱们再看看这尊造像 这尊造像非常巨大 而且呢 从这个连伴上面看 一层仰连 往上的这一个连伴 叫仰连 往下的叫腐连 这种仰腐连式的 这种连伴 是在什么时候比较多呢 其实在藏传佛教里 是比较多的 但这尊造像 它是典型的 藏传佛教风格 在汉地呢 汉地出现的 在唐代的时候 体积都是非常小的 多数都是这么大 在我们呢 就是说这么多年 对造像的研究 及实物的分析 还有一些博物馆 我们参观 在这个唐代时候 出现这样的牵手观音 而且还明确纪年款 到现在为止 我们是没有发现的 所以呢 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还有呢 我刚刚又仔细看了一下 它背后呢 还有一个小佛在后边 在这个佛教的仪轨里面来说 它不会出现这种工艺 咱们再看 整体的这个雕塑艺术 我们在这个节目上 包括我们华语学院 金头佛教班 也讲过这一块 就是说老的造像 颧骨一定是往外挺的 就跟我们人体艺术是一样的 往外挺的 当就是说脸上这个位置 每一个脸的这个位置 出现往底 它的这种状态 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当代归胶翻模出来的 所以综合以上特征 这尊造像 它是一尊当代 仿明代的一尊 牵手观音的艳体 很遗憾 不存在 让我保留我意见 我觉得我那时候也是有的 有这个 有的 你大党征官年 它的大党征官七年 或者几年 也有那种 我的意见仅供您参考 不是说唐太没有 唐太的东西肯定最少最少了 而且专家也没见过几尊大的 我认为是对的 不是 不是 我认为是对的 随便什么工艺都是对的 后面的小佛 也是跟唐太的那个小佛 是一模一样的 唐太实雕上的 怎么会说是没有这种工艺 看来对于专家团的见地结果 这位池宝人是明显不服呀 对于这件浮躁像 您怎么看 欢迎大家在华语之门官方微信公众号留言 参与探讨 让我们一级位池宝人 拨开迷雾 将新50年纳艾余思 本栏目奖品由纳艾四集团提供赞助 有请下一位池宝人 各位藏友 你这把青铜键如何得了 我是装中央空调的 我一个朋友他搞的是鼓丸收藏的 装空调啊 还有陆陆续续的欠了我有大概20万 然后后来呢 他就是因为别的原因 最后这个钱没有给我 然后我去找他的时候 他就当了三样东西给我 其中就是我最看好的就是这把剑 首先第一次看到这把剑的时候 它有一种剑气 就是男人都好剑 对不对 因为剑代表着武士的一种啊 武器 男人阳刚之气 所以呢 男人都喜欢青铜绑剑 那么你今天带来的这把青铜键 是一把什么水比较多的区域 所呈现的这种皮子特点 你看整体在强光下 还有什么黄光 这个能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品的话 这是一把典型的战国时期的叫喇叭筒 那么这种黄光的在市场上 在某一个历史时段 北方地区基本上不认为 为什么造价造得太好 就是防品和真品难以鉴别 那这把青铜键到底如何鉴定 这种剑在过去啊 那个时代 肉土的时候带着一个剑翘 那么剑翘在水中就会容易受死 还有什么 它与剑翘结合布 这个地方也会出现受死比较严重 这是自然现象 那么你仔细观察 你看从这个地方 它出现了什么淡淡的灰黑色 逐渐地由剑翘部分上剑从这部分呢 颜色成黄光 这种黄光尤其在侧光下看 完全成枪灰热 在放弹下仔细观察其失同状态 防品与真品存在着根本的质的不同 那个新的崩茶会成千灰色 仔细观察这把青铜键的 这一切特征都充分显示 这是一把战国时期的 剑得韧不丰利 剑气十足的青铜键 真品无一 得到恭喜你了啊 谢谢 我们给出的市场参考价是 人民币五到六万元左右 恭喜你获得 华语之门的真品证书 华语之门走进江苏新宜 摇湾古城 我们将会邂逅那些古老 又独特的艺术 品味怎样的历史与传奇 有请夏宜的藏友 那您这个青花罐是怎么得买的 就是我老公在那个古安城买的 花了有五万块钱 他就是一眼相中了 看中了 就是这个花形特别漂亮 那您老公是收藏青花车 没有没有 除了从来都没有买 那第一次上古安城 就五万块钱买了一个罐子 那么这只罐子是一间青花罐 器物造型非常饱满 那么因为这个罐子上面呢 有一部分口言的地方呢 没有这个釉 我们叫做沙口罐 这个罐子上面的这个描绘工艺呢 非常特殊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能看到的这种青花瓷器呢 是勾线带染色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上面呢 只有勾线没有染色 这种我们叫做淡苗的画法 青花淡苗是这个清朝瓷器里边 非常著名的一种描绘工艺 是因为这种描绘方法呢 能省很多清料 因为青花瓷器的最大的制作成本呢 是这个青花的清料 那么其实 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件 那个海水这个龙纹的煤瓶 那件煤瓶呢 描绘的工艺非常精湛 那件煤瓶上面的主要描绘工艺 也是这种淡苗描绘工艺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上面描绘的是 云气纹 火焰纹和这个龙纹和凤纹 整体看上去虽然构图繁满 视觉效果呢 还是趋于淡雅的 所以这件罐子呢 它具有这个雍正时期 淡苗青花的这种风格 并且这个罐子上面 描绘的这个凤纹 凤的这种眉眼 看上去非常祥和 那么羽毛的这种线条呢 根根清晰 起笔落笔 交代的非常的明朗 但是因为前些年 这类罐呢 可以说在民间 非常受到欢迎 所以有大量的仿制 那么我们再看龙头上面的这个眼睛 那么看上去有点类似于戴着眼镜一样 嘴头非常长 并且这个龙爪呢 是一根龙纸 然后用一个三角形的这种形状呢 表现这个龙的指甲 所以这种画法呢 也是雍正时期非常流行的 并且这种罐子呢 它的右侧呈现一种鸭蛋青的右侧 苗绘的青花呢 非常的稳定 甚至在这个沙口罐的这个口岩上面呢 有一层这个护台浆 那么突染到上去 那么这层护台浆呢 既起到耐火的作用 也起到了之后 这个盖子 盖盒上去了之后 起到摩擦的作用 所以呢 这个盖子呢 不容易滑落 经我判断 这是一件 雍正时期淡苗龙凤纹青花 楚罐的一件 真品 这件罐呢 可以说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 因为 石罐 酒无盖 那么这件呢 盖子还保存的 非常完好 而且 是原盖 所以这只罐 应有的市场价位 是人民币三万元 将新五十年 纳爱鱼丝 本栏目奖品 由纳爱丝集团提供赞助 我请下一位朋友 你好 美艺 我来自山东临沪 哦 山东临沪 对 我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东西 这是我爱人收藏的 今天我是偷偷地来的 为什么呀 我们家是开药店的嘛 做药店本身生意就特别忙 然后他最近几年呢 疯狂地就爱上了玩玉 然后呢 店里的生意他也不管 孩子他也不问 家里他也不问 所以说我就非常生气嘛 哎呀 他花多少钱买这些东西 反正是这几年挣的钱 都被他买东西了 你都不管管账啊 我管也管不了啊 管不了他 最起碰我小儿子就天天都说 爸爸你天天都玩玉 说你都不理我 说天天也不陪我玩 对 这是个大问题 这次呢 老公爱人们在家 然后呢 我偷偷地拿了一件 他所说的宝贝 我也不懂 然后我就拿来 让专家老师帮我看一看 到底是真是假 以后他要再买东西的话 我可就有理由了 我说你买的东西都是假的 为什么花那么多钱 他是很尊重先生的一个人 而且呢 也有自己的审美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健保了 哎呀 这老公的命运就掌握在 接下来两分钟 有请专家张爱明老师 应该说这个器材 在中国的高古文化当中 它叫龟 但是这件东西 它可不是高古文化的龟 它是什么呢 它是明代的 一套的代画当中的一件 这一件呢 它的器名叫什么呢 它叫铢尾 现在考古出土的最早的 成套的代画 应该是在百齐时期 特别到了唐代 这种代版呢 作为一二品官员的标配 就是说你 如果品级低于二品 你就不能代金 不能代玉 那如果对的话 你们觉得家里面 有王一级的 或者部长级的用品 明代的 那肯定要 如果是对的话 肯定很好了 很好 我们一般的 对于这种玉带版呢 有三个坚定点 第一个坚定点 看它的背面 因为它是 附在腰带上面的 它背面是看不到的 所以一般的背面呢 它切割下来以后 它不做任何的打磨抛光 我们看到它的后面是麻的 对 是的 因为麻的地方不抛光以后 它预期得不到保护 所以它老化状态 要厉害一点 另外一点呢 我们刚才讲到 它背后 它光束不纹 因为七颗以后 它的毛面 你看它有好多的 这种绿的地方 绿的地方 其实是它的 橡皮窗孔 而且我们能看到 它有一些残留物 这个残留物是什么 什么颜色的 绿色的 当时铜丝 跟它做一种 穿坠的 第二点看什么呢 看它的四面 包括它正面 一般的四个框面 它都是高玻璃光 再看玻璃光上面的氧化层 因为如果现在泡的玻璃光 它这种光非常的贼 也非常的刺眼 火气重 如果这种玻璃光 经过几百年 或者三千年的氧化以后 表面会形成这种氧化包浆 第三点看什么 可以看到它有明显的 拉丝的痕迹 所以综合 这几个方面 我们看呢 这件玉带板呢 是 真品 唯一 看来我要转变我的思想了 本来打菜服鸭 让爱人以后不要再卖了 当时它多少钱买的 大概也就是两三万块钱嘛 那简大乐了 这块玉带板呢 它是和田白玉做的 这也是在明代的带板当中 所以快头体量比较大的 我们给它一个保守的价钱 人民币十二万元 好 谢谢 同样是龙泉摇大盘 俩只貌人 花的钱却是天壤之别 五十万 三万五 十四倍的价格差 究竟是剪录了 还是花了冤枉钱 您看好它这件藏品吗 我不看好 为什么 花纹嘛 它里面刻花纹 没有我这个流畅 还有它那个底 我刚才看过 底也有点不太好看 咱们对照一下底度 这个骚到工艺上面 又精出之别了 究竟谁的盘子老 谁的盘子好 还是都打了眼 答案马上揭晓 两位是什么关系 我是儿子 是我爸爸 我是父亲 那你们父子俩 带的这是谁的藏品 这是我的 这是我爸爸的 你和你爸爸 是谁先喜欢收藏的 我也喜欢的 你影响了他 我在98年在上海 过去开个费民战 大儿子替我教书 我当时在开费民战 人家卖过 您这是什么造相 啥时候收来的 97年 那时候应该 收来的特别便宜吧 多少钱 4块钱 4块钱 当废品收的 对 那现在你把它拿来健保 你觉得它能值多少钱 现在至起码要 10万到20万 看看你儿子收藏的这件怎么样 这是在哪得到的 上海 也在上海 对 您也是在废品收购的时候 对 收的吗 对 大家看着像个什么呀 面具是不是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年代的 商朝时候 商朝时候的 对 在网上 好像网上不是有收购的吗 嗯 都在哪里上 它口价是100到180万 好 现在看看父子两个来健保 到底PK谁能赢 有请苏振高老师 一尊造像 一尊 大家一件都是眼前一亮的器物 是吗 三星堆文化的东西 这两只剧目突出大大的耳朵 在三星堆发现之前 是没有这种器物出现的 所以三星堆 那个巨型的铜人和这种铜面具 出现以后 可以说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如果属于 我们地下出土的文物 发现以后 一定要上脚国家 这件器物 到底是真与假 初看这个 这件器物的皮壳 远观其行运 没问题 做的行运 可以说一流 仔细观察它的皮壳 表面严重腐蚀 呈现一个 脚重的失童状态 呈脱皮现象 这个现象 这种质感也做得很 从这尊面具的底部 清晰可见 带着局部的千惠弟子 那么这种皮壳的特征 如果是这种鸭蛋绿色 在河南南部 或者江苏的北部 这一部分地区 安徽这一带 可以出现这种皮子 但是呢 如果在四川广汉地区 你可以到三星堆博物馆 实地考察 是不出现 这种千惠弟子的 皮壳特点的 大家知道 商代晚期 那个时候的加工工具 表面 如果筑态 经过修摩 一定是历史打工 不可能出现 像这个耳朵根部 这种快速的 像锯一样的打磨痕 不可能的 看其内堂 这有个圆珠状的一个痘 这种圆珠状的痘 在泛柱工艺的痕迹下 是不可能出现的 综合以上这几点因素 这是一件 现代仿三星堆文化特征的 人面神像 综艺品 你父亲花四块钱 请的这顿照相 到底是真品 还是方品 那我们听北角老师 给你们点评 好吗 好 谢谢 听同记结果 苏老师已经告诉您了 接下来咱们看看这顿照相 关于这顿照相呢 就是说 是一个在这个收藏板块 在这个佛教艺术里面 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品种 这顿照相呢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顿佛装像 鉴定一顿照相 它叫什么名称 首先 我们第一 要看手印 所说的手印呢 也叫手饰 手饰 对 就是各种手饰 第二呢 是看法器 就是手里拿的法器 比如说金刚月刀呀 文殊菩萨拿的宝剑呀 还有嘎巴拉瓦呀 包括手里拿的 其他的一些钢鞭呀 等等 咱们仔细看一下 这个手印 这个手印呢 当胸前 截这个手印 很多藏友不知道 这是什么手印 你知道吗 叫不出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手印呢 叫治全印 在这个佛教里面来说 治全印相对起来 我们见到的实物 是比较少的 我们所见的这顿照相 它应该是 东西南北中 五个方向里面的 其中一位 很多藏友说 这个东西南北中 也有佛像吗 有 这位 它是东西南北中 五个方向 级别最高 而且呢 是这个五个方向 最高领导 它的名字叫什么 中方的大日如来佛 所以呢 双手当胸前截 治全印 它的名字我们确定了 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真伪 是新的 还是老的 连半感觉到呢 就是说 平了一点 不像那个早期的照相 感觉到那么饱满一些 但是呢 这个内唐 你看 出现这种颗粒状态 又是非常典型的 古代迷心式拉法铸造 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开脸 开脸啊 非常端庄 端庄中 面带微笑 非常安静的这种状态 咱们再看一下 身上的蘸花 而且呢 这种蘸花看到没有 出现了半个花朵纹 像古代时候 明代的时候啊 这种一边上面 出现的多数纹 整个的一个宝像花 花朵纹 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 这个半个花朵纹呢 在清代乾隆时期 才开始出现 这种半个花朵纹 这种花朵纹呢 一直延续到清代晚期 也就是说 这尊造像 它最早不会早与乾隆 一直可以晚到 晚清民国 我们再看一下后边 在这个连半啊 后边的连半不到头 而且呢 这个连半出现了 空白的状态 这种特征 完全符合 清代中期的特征 所以 这尊造像 通过以上特征综合 我给出的结果是 清代中期的 大日如来佛 真品 同时恭喜你啊 这一轮 爷儿俩大PK健宝 我宣布 父亲获胜啊 这尊造像啊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 几位专家合议过以后 这尊大日如来佛 由于品种少见 保存完整 我们给出的市场 收藏价是 4万元 将新50年 纳爱余思 本栏目奖品 由纳爱斯集团 提供赞助 有请下一位朋友 谢谢朋友们 你们好 呦 这两位带来的藏品 可是像哥俩似的 你们是 都是周江的 之前来的时候 不认识 在海选现场认识了 是不是 有一种感觉 是因为同样的气形 所以才走到了一起 您是浙江哪里的 浙江绍兴 绍兴的 这件藏品是那个 龙钱 红武官养 是一个生意让朋友 抵赞给我的 抵了50万 50万 什么时候啊 6年了 那你为什么不要钱 要他呢 钱要不到了 要这个也剩了 那你呢 这个是买的吗 呃 是一个朋友 他是古外行 嗯 不搞了 呃 就是联系我 当时我压价是 3万5 3万5 嗯 我听老师说那个 这个龙钱大巴 敲起了 逛逛逛 像钢板一样的 啊 他感觉还是比较 比较 还是我这个好吧 总是 哈哈 现在我们有请专家 刺卡老师 健保 有请 我们这次海选呢 呃 两位藏友呢 一人抱着一个 大龙泉的盘子 就来了 所以看上去 也比较壮观 那么这两件 龙泉池呢 呃 还有可比之处 那么这两件盘子呢 各自都认为自己的好 别人的不好 那么我就先从 买价便宜的这儿啊 然后来 给大家 讲述一下 那么这件盘子呢 呃 胎体非常厚重 那么的确是 龙泉窑呢 是一种 这个后胎后腰的词性 那么这件盘子呢 尺寸 虽然非常大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 其他窑口 如果出现这么大尺寸的盘子的时候呢 并没有这么厚重 为什么呢 是因为 这样的大盘呢 其实在元代的时候 就远消到这个阿拉伯地区 啊 那么 当地的人呢 他的饮食习惯呢 需要这样的大盘 甚至 有些时候呢 他们席地围坐 中间就是一个 呃 大盘呢 吃什么手抓饭 那么中国呢 作为这个 呃 海上贸易 陶瓷 出口国的这个地位 为他们准备了 生产了 非常精良的这种龙泉瓷器 所以我们现在 在这个 伊朗 这个和这个 土耳其 博物馆里边呢 都能看到大量的 中国的龙泉瓷器 和二位的这样的文样呢 都有接近的地方 啊 那么这件大盘呢 里边的这个图案呢 是中间紧地儿 旁边呢 是蝉织花卉 那么是用这种 客卉的这种方式 呈现的 那么这件呢 胎体厚重啊 右色也比较迎彻 而且上面 有很多的开片 那么您这个上面的开片呢 就非常少 这个上面的开片呢 就非常多 正因为如此呢 这个胎右的收缩比例上面 是有问题 外底呢 这个中间的这个色圈 这个边缘线呢 不够齐整 它采用的 这个烧造工艺呢 也是用这个 垫圈来垫烧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上面 磕笋的部分 你看 有一个圆圈 这个是当时 垫烧的一个痕迹 这个是真品 鉴别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要点 那么 从这个果族上面来看呢 右色呢 非常银润 像这个 浴纸包裹上去的 这种感觉 有这种 幼稚的这种 肥坠感 以及堆夺感 它有交接线的地方呢 也呈现这种 自然的火石红橙色 那么都说 龙泉漏胎似红砖 就像红砖的颜色 那么 所以这件呢 大盘 今我鉴定 是一件 明早期 龙泉楚州大窑生产的 一件 龙泉大盘的 真品 根据它的 这个烧造的 工艺 品项 给它一个估价 市场价位在 8万元 这个就是 这件 我再来讲 那么 这个上面呢 描绘的图案呢 是非常特殊 云龙纹 那么 明朝的时候 对这个 龙纹的这个管控呢 是非常严苛的 除非是 特殊的人使用 特殊的 使用场合 特殊的要求 才会把龙纹 这样的图案呢 这个呈现在 这个瓷器上面 所以这个 上面的这个龙纹 那么龙头 有一个显著特征 这个龙头呢 头比较小 细紧 身体比较肥硕 龙的这种盘裙呢 看上去比较囚禁 但是这个龙 整体盘裙的 这个感觉呢 有一点 类似于 韬光养晦的感觉 这一点呢 也体现出了 这个 明早期 红武时期 整个政治格局 以及当时 这个皇帝的 一个执政理念 朱元昭皇帝说 出植 织木 不可焊齐根 那么他采用的国策 还是 修养生息的国策 并且 非常 有意思的一点呢 是龙的下巴上面 长有非常短处的胡须 就这个 对 这是胡须 那么和我们现在 能见到的 这个红武时期的 景德镇玉瑶厂生产的 这个青花龙纹的 龙纹样式 非常接近 咸文线以内 就是一个团状的 这个龙形图案 这个团状的龙形图案 我们看上去 是一个平面图案 其实它是一个 非常立体的球形图案 那么 月亮底的这种 这个底部处理方式呢 我们可以证明 这件盘子呢 是用模具 然后来翻印成型 在家客绘的 这两件盘子 大家可以从视觉上面 明显地看到 金粗之别了 那么这件呢 中间的个色圈 留得非常的整齐 那么中间的这个右斑呢 像个月亮一样 呈现在中间 那么这件的底足的处理呢 也非常的光润 并且挺拔 气底的这个圆度呢 要比这件更加圆一些 所以这件龙泉 云龙纹大盘呢 就是 明早期 红武时期的 一件龙泉 楚州官瑶的一件 真品 那么根据他的品项呢 市场价位 在人民币50万元 那么这两件盘子呢 恭喜二位 全都是明早期 龙泉瑶的 金品 也是真品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古玩店老板 带来稀罕藏品 神秘用途 惹争议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闭格 有别人看过觉得是什么吗 他们认为这闭格吧 有点小 如果不是闭格的话 也是无人房质宝之一 专家如果说 这件藏品不对 怎么办 我相信我的眼力 这究竟是一口锅 一个顶 还是榨开的泡堂 你这个多了几个刺儿 什么原因 六个嘛 六六大顺 为什么不扒着呢 扒放来裁 它这个形状 有点像鱼尾的形状 究竟心 还是老 又有什么神秘用途 谜题现在会以揭晓 哇 你这个 这个玉器怎么这么大呀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闭格 闭格 书房里 文房里用的东西 应该是 就是我认为是写字的时候 担着这个手臂 然后防止走动 它的造型呢 是一种书卷式的 对 好像书卷展开的样子 我就是从十几岁的时候 就喜欢玩 就是喜欢这些古玩这些东西 然后一直到现在自己 开了一家古玩店 我认为吧 就是这个学无止境 这个山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如果说真是防茧的话 我愿意 当这个反面教材 您带来的是什么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件 和田白玉 清白玉的玉碧格 这是当时我是 从一个老唐家手里转过来的 多少钱转过来的 有 近净四万块钱 四万 是 那如果不对怎么办呢 今天 不对 就是当学习了 好 有这个心态非常 这一件呢 它应该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书卷式的 碧格 碧格啊 它本身就是 文人喜欢的一件器物 我们讲文房四宝 笔墨子燕 还有一个说法叫 文房五宝 其中包括碧格 这个碧格呢 是文人在 写字的时候 或者作画的时候 特别是写小字的时候 因为他用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过去啊 古人呢 他穿的都是 宽袍大袖 时间长了 一个是手臂 它会酸痛 它会累 第二个呢 宽袍大袖呢 会沾染了这种木质 所以呢 从唐代开始 就出现了这种 碧格 一般的碧格啊 它都是猪质的比较多 还有象牙的 陶瓷的 到了明清的时候 文人特别喜欢 这一类的碧格 我们看呢 你这一间碧格 这一面掉的是什么 应该是一个梅树 梅树上面呢 绽缝着梅花 这一面呢 是印刻了一些平行线 相互交叉的平行线 整体的呢 它这个预料啊 是应该是 广义的和田 这个我们看啊 这件碧格啊 它究竟是不是老了呢 一 看它的这个 简历的部分啊 非常的平整 而且表面这种光啊 显得非常的油力 我们看它这种 印刻线啊 它是现代的 电动的小铃轮 轻轻地称出来的 另外 上面这种红的颜色啊 它也不是沁色 一是它本身带的糖色 第二 柳列当中的这种红色啊 是为了软色 所以呢 非常的遗憾 您这一件 玉碧格 是 现代黄品 非常遗憾 谢谢老师 有请下一位吃饭人登场 这位美女 你为什么喜欢青铜器 我小的时候 可能家庭的文化影响 然后再大一点的话 我就特别喜欢 后来就遇到了 我现在的师父 哇 你还有师父啊 我有师父 那么你今天带来的 这件器物 叫什么名字 锅 这是一件远古的锅 那时候叫啥 斧 哎呀 我们你看 他故弄玄虚 实际上这位美女 他很清楚 这叫青铜斧 在曹植的七部诗里边 就提到的 对吧 主斗燃斗齐 斗在斧中气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这个斧 就是指的他 尤其这种青铜斧 多出现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呢 就是斧干场 我们俗话说的行军锅 那么这种锅 说一般都会什么 出现这 翻唇 很少出现 这种直点的片状的伸出 对 你这个多了几个刺 什么原因 我想六个马 六六大顺 然后 哇 你真靠吉利术 他为什么不八个呢 八方来裁 对 然后他这个形状有点像鱼尾的形状 煮鱼专用锅 没有 就是有那个美好寓意的一个器具 在汉代的青铜斧呢 往往是向外翻唇 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地就会出现这个尘儿了 那么这个尘儿就提供了一个断带的依据 汉代的多美尘儿 到了东汉到三国 尤其三国左右这个时段 就经常出现这种带尘儿的 那么到底是真品还是防品 大家注意没有 沿着这个尘儿以下 呈现什么 黑色 这个黑色也就证明了这个尘儿的作用 就是说它在下面是经过炭火的烘烧 激下很多炭字 然后那一堂里面呢 出现了一个清晰的一个什么 下面绿 上面呢带着沉积物的 而口言上呢又有一圈 这在我们青铜这个文化常识里面呢 鉴定常识里面称之为水线 这就是自然的状态 明白 如果这种符合自然状态的这种水线 造假者呢很难仿制 所以这是一件三国十七大青铜符 真品 没有问题 恭喜你了 谢谢你 那么我们专家团 经过综合这一切因素 给出的市场参考价是 人民币 四到五万元左右 谢谢 同时 也恭喜你获得 华语之门的真品证书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华语之门走进心仪特别节目 在下周的同样时间 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华语之门走进心仪特别节目的下集 敬请收看 朋友们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